航運股玩大怒神 散戶該跑了嗎 看影片有答案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人士 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 謝文恩分析師老師好 大家好 老師外資買現貨空期貨 他到底在玩什麼巴西啊 好的 基本上千涵既然偷偷發現 其實外資最近 我講坦白 就一般投資朋友角度 可能都已經亂掉了 為什麼外資要在現貨 昨天現貨大買111億 可是在期貨的夜水清空單 竟然來到8000口 這創下2008年以來 最高的夜水期貨空單口數 那我只要請問各位 你現在你每天打開新聞 就是有關於COVID-19的 夜水變種的病毒 一下從歐洲來到亞洲的韓國 來到亞洲的夜水日本 所以說大家搞得人牙馬斑 那我講坦白的 有關於COVID-19 甚至於到底川普什麼時候 願意承認敗選 你們要感謝我 我老早在11月初的時候 我就很近跟大家報告 我說川普只要宣布敗選的夜水 情況之下 台北股市自然就會結束了 結果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台北股市 照昨天還在創新高 因為川普現在還是在死鴨子嘴硬 說他根本沒有輸 那我們不管 我們不管川普 我們也不管COVID-19 我們在實務上要怎麼賺錢 來首先我們先看張志卡 等於說昨天 昨天當時台北股市漲了97點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我說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很多 當時我講出這樣的話 很多人打臉 包括電視的分析師說 哎呀這個沒有成俏量 這不會上去 結果昨天尾盤 竟然漲了151點 可是今天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夜水狀況 這是為什麼我再跟大家報告 主力心態真的很重要 很有趣 其實從昨天的夜水PM盤 等於說他昨天 他把空頭逼到牆角之後 結果從昨天的PM盤 他就開始放空了 你看他就要玩這種策略 所以說今天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主力心態他是由多轉為一個水空 這是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 反而在昨天大漲之後 今天開始沒有如同大家預期 又出現大震盪 所以這是為什麼Telegram很重要 你真的要看仔細 那麼重點在於說 外資他變來變去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台北股市 他是走一個所謂 鄉行區間的夜水震盪 那造成鄉行區間的夜水原因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是來自於廢伴指數 我請問各位 昨天所有的夜水 半導體的夜水股票 不管包括聯電 尤其聯電的ADR 還大漲4%多 不管包括第一任的夜水滑方電 甚至今天早上 你看到徐秀蘭總經理 董事長總經理 他針對一個所謂的 矽晶圓的夜水報價 他也提出會漲價 結果我請問各位 應該說有從上個禮拜 開始的被動元件說要漲價 我現在是跟你講 股價有沒有漲 每一個人都說他要漲價 股價老師有 中美金今天有漲 對 留下長上影線 太陽也說你要漲價 今天也留下長上影線 所以基本上 這是牽涉到一個所謂廢伴指數 因為廢伴指數 我說真的 它的夜水強度 相對於家權股價指數 算是弱勢 因為正常而言 昨天外資買了120幾億 正常廢伴指數 昨天晚上應該大漲 結果昨天廢伴指數 反而開高走低 一根還可以爆 重點就在於說 它的多萬價落在2726 2726這個價位 絕對不能形成一個水跌破 反之同樣的 加權股價指數 14300點 也不能形成一個所謂的 跌破的夜水狀況 那麼現在我來開始回答 大家最想知道的夜水問題 很多是消失 我現在航運股能不能放空 我是覺得在第一時間 你沒有去買到航運股 真的很可惜 有時候我覺得同志朋友 我先問大家好 陽明不能放空 你唯一能放空就是 2603長榮 還有2615的夜水萬台 老實然 2606可以放空 抱歉 那種海峽型BDI指數 我比較沒興趣 討論它 我們在討論貨櫃 這個所謂區塊 那我記得當時在12月8號 也就是12月18號 月中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說陽明跟萬海 這些股票要往上噴出去了 所以自己來到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我說2603的夜水長榮 它的卷值比高達29% 結果昨天 長榮陽明萬海 三支股票又拉到漲底板 今天又開盤 再創波段上面的夜水新高 那如果就基本面的夜水角度 我建議你不要放空 你自己看 我光陽明 我11月份 我每一股都快賺1塊錢了 那如果明年 對 那如果明年公佈第一季的夜水財報 不是好到嚇死你了嗎 中途第四季公佈 公佈第四季的財報 第一季財報也是非常非常亮眼 就像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說大家 不然的話 我舉例好了 假設你現在 他有空的話 你去打電話到賓士汽車 或是B&W汽車 或是保時捷 你說你要訂車 他現在都要等半年以上 現在缺貴缺到超級無敵離譜的 那麼基本上 我都是看價格 我都看價格了 至少今天早上比較有趣就說 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謝老師長榮能不能追 因為昨天長榮陽明 都是三大法輪大買股票 那我這個人 我的操作SOP在哪裡 很簡單 大盤只要主力心態 他是空 今天盡量不要買股票 除非像華邦店 連電之後往下擊殺 你去買 不然不要買股票 那麼好 我們現在就事論事 他既然倦支比這麼高 我很清楚告訴大家 目前長榮他的多方的價 都在34.5 如果34.5 假設明天能不能收34.3 可以 如果說明天收34.3 那基本上航運類股就結束了 就完全結束了 完全結束了 那我就要先出 基本上不出也無所謂 因為離我成本很遠 你知道嗎 他應該會開始走一個 所謂相提區間 老師 他有沒有可能從這Vixing 方案下去 抱歉 他的股本是好幾百億 如果股本好幾百億的股票 這樣子走的話 台北股就崩潰了 懂我意思嗎 那同樣的 有關於華邦店 連電的一隨部分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 有跟大家報告 結果昨天都拉出一根 所謂的紅K棒 那重點 昨天一根紅K棒突破 我們現在還是要有警覺性 因為今天大盤主力新太空 我難道今天外資不能賣嗎 可以啊 那如果說明天大盤 再主力新太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明天台北股是不能大敵嗎 可以啊 所以說基本上的話 我都是看長榮的多號價 還有華邦店的多號價 尤其華邦店27.7也不能破 你昨天已經創下 波段上面的夜水新高 因為上個禮拜 我給你加持過了 那你就是 你就是最爛狀況走向起 因為他股本很大 可是問題 股本大的過程當中 你27.7的多號價絕對不能破 那同樣的來自於矽金元的部分 麻煩看一下重播帶 在18號的那一天 我也跟大家報告 矽金元可以買 那現在重點就在於說 它的月觀價落在161 所以說你不管從華邦店 從長榮 從中美金 其實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這個行情 它走相情震盪之後 還會再創新高 因為你說剩下兩天要收月線 中美金會跌破161嗎 這個機率很難 除非明天大盤主力新太空 讓所有股票全部大跌 OT大跌 否則的話 基本上月線紅燈機率很大 那同樣的 在落後補漲的這個區塊的話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因為紅家軍的夜水股票 它是走輪漲的夜水架構 我之前我漲2314的台陽 3062的劍漢漲5G 5G之後 我開始漲一個蘋果汽車的 夜水相關概念個股 那3481群創 它也是蘋果汽車的 一個所謂相關概念個股 而且它又有SpaceX的 一個所謂的題材 所以說這張股票的話 你當然可以特別去做留意 但在留意說老師 那到底我買完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很簡單 華邦店長榮 兩檔股票 還有包括中美金 這三檔股票多少價 你把它盯緊 只要價格沒有跌破之前 最爛的狀況 箱形震盪 震盪完之後 還會再創一個所謂波段上面的 一個所謂新高 所以說基本上 今天台北股市有一點震盪 可是單純就月薪的角度 單純就個股的結構 還算不錯 所以說我建議大家 還是要偏多操作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Light跟Tag 財經節目節目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